OK 我現在其實有一點點把前面跟後面的給算出 結合出來囉 好那現在就是說這第二部分我們談的是那 現在談的是那十次的那個 那十次的實驗 每一次實驗要怎麼樣 它才會讓我們所算出來的樣本平均值 是跟母群平均值是比較一致的 好那現在我們我現在是 是在回到電子書的這個table8.1 同時這個是這個第二題衍生出來的 要給同學加深印象的一個地方 就是那十次都是樣本對不對 好你們覺得它是要用哪一個符號 因為那個母群平均值已經這個已經用掉了 那剛剛那十次的那個 我們就是講要報告寫平均值 或是寫變異數標準差 平均值的話要用哪一個符號 嗯 對 對 你為什麼為什麼是 因為是它這邊就寫樣本平均值嗎 老實說如果說今天是寫一般的報告 都是寫第一個 但是其實現在帶大家做的這個題目 它主要是第三個 母群平均值的估計 就是叫做點估計 對 然後你能注意到它這邊 我有這個符號的解釋 就是說 使用簡單隨機樣本的話 這一個估計值就會等於這個 這兩個是不一樣 這個是 這個是 只要是 這個是指的是 你只要是樣本資料 不管你是隨機還是不是隨機的 算出來的平均值都可以用這個式 所以你可以 你們可以 我是比較建議 比較建議說 你可以 在 你們可以在這個 Jamovi的這個地方 現在它這裡所算出的呢 現在它你們在這裡所算出的呢 它這個叫做 它這個叫做 它們都 它們是分別叫做 呃 就是 母群樣本的 就是 母群 期望值的估計值 第一個 是 這樣 因為它是有 你們可以看到它是有加一個帽子 對不對 那 那個加帽子的話 是要這樣子 叫做 Hat 然後 欸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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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試一下 因為這個是 我第一次看到 對 沒錯 這樣子 就是 寫 寫法就是這樣 前面那個Mu 你用一個大括號先刮起來 然後這個大括號 然後 左邊再加一個 Hat 就是帽子 好 等於 100 然後那個 加帽子的Sigma 那個後面那個Sigma 跟Sigma平方也是一樣 等於15 等於15 你們會發現 那個 那個100 不過100的時候 那個 變異數 還有標準差 還是有一些 還是差距比較大 然後這邊是 然後這邊是 bate 這個嗎 等於225 225 可以 就這樣 可以加 然後你後面可以再加 因為是隨機樣本 所以 一般報告中的那個什麼 一般報告寫這個平均值 是寫這個 X bar 這個前面 上面這個 一個 EE條線 這個叫做 bar 在英文裡面 因為是他們 英文的統計學家先命名的 所以他都是叫做 bar 好 那 那麼 標準差的話 就是 S 好 然後這個是小寫S 因為 只是因為那個拍 因為我這是用圖片啦 所以才會 看起來比較 像大寫這樣子 好 實際上都是小 都是小寫 就樣本的標準差跟變異數 都是S 小寫S跟SP OK 好 再來我又要那個 要用那個 全螢幕的畫面來做比較 OK 好 這樣子 好 目前還可以 好 就是因為 只是順便要解 解釋一些符號 解 好 再來我們就是看這個中間 我因為這中間還有加兩個東西 好 叫做那個 信賴區間 好 突然那個第八章 那個一下子被我這樣子 掉了很多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這個信賴區間 那這個 GEMOVI的描述統計 好 也可以去做這個信賴區間 你只要在這個 在這個選單這下面 把這個信賴區間給勾起 它預設是95% 好 那為什麼是95% 這個就是這邊要 要去解釋 我們要 也要透過這個 這個做比較的意義 好 你們有注意到 是不是也是 五個樣本的信賴區 就是一次找五個人的 這個十次實 這些實驗的信賴區間 都是比一次找一百個人的信賴區間 寬度還來的大對不對 好 那會影響信賴區間 我們先不用看 急著看信賴區間的公式 我們先看看 為什麼 先從 上面的 這個表格中 呈現出來的數字 去推測 為什麼這個信賴區間 有這個樣本數 也會隨這個樣本數增加 而變得比較小 好 信賴區間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每一個的信賴區間 它一定都是在 那一次 樣本的 這個 估計數 樣本 就是 母 就是母 就是母 母群期望值的 它 它是一定有 包含 母群 母群 期望值的 估計數 就是說像這個74 跟115 它中間是剛好是946 然後這個89.3 120 中間是104 我們就拿這個比較好 比較容易看 這個104跟120 是不是 就是 差大約 16 差大約 16 然後跟89.3 也是差大概是15 好 也就是說它們差一次 跟這個信賴區間的下界 跟上界 是等距的 好 那 它為什麼叫做95% OK 好 那 這個有一個 我這個作業 或者說GEMOVI 沒有辦法讓各位做的一個限制 這是因為 這個 測試呢 如果說我今天 我就是 改 把這個作業改成說 請請 請各位 做出 100次的 模擬的 作業 的 的 結果 好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好 那 其 那麼 中間 100次實驗 我可以跟你們打包 打包票 有95個 大約 至少有 有95次的實驗結果的信賴區間 會包含這個母群的平均的期望值 也就是說在100之內 那 我們現在 因為 不管是 這個做5次的 還是做100次的 你們是不是看到 我 我這裡我是 沒有看到啦 但是你們的 做出來的 有沒有 哪一次 哪一次 他的這個信賴區間沒有包括100 嗯 對 我這邊都 我這邊是都沒有 你們有沒有就 有看到 有哪一次的 那個 實驗 他的那個信賴區間之間 沒有包括 沒有包括 沒有包括那個母群參數 母群的期望值100 有嗎 凱哲你有看到 一個 好 因為我們 我們因為那個 人數有限 但是 還是有看到 因為我們等於是我這邊做了10個 然後你們各做10個 等於算是有40個 這個 因為如果以95%的機率的話 還是有可能 就是說 也就5% 這樣的機率來說 我們可能40次應該還會有一次 碰到有一次是 它不包括這個頻率 然後你那一次是出現在 樣等數是5還是樣等數是100 樣等數100 OK好 這反而有可能 反而是100的有 100的有出現 好 那這裡 可以給大家 我們 我們就是把這兩題做一個綜合 好 二三題的 這裡從同時 我可以拿這個來說明 什麼叫做大數法則 好 這是 首先 那個 這個 這個 剛剛前面講的這個叫做 點估計 點估計就是說 你的 那個 每一次的 這個 隨機樣本 只要 它的那個 點估計的精確度 是取決於你的樣本數 樣本數越大 你的點估計就會越精確 那這個 這個 區間估計指的是 你的 你 採取 那個 隨機樣本 你反覆做幾次實驗 根據你的那個 隨機 的 設定 如果你設定是95% 的話 你這樣子 做100次實驗 大概 最少 有 有 有95次 你 你得到的這個 這個區間值 會 包含 母 包含這個 母群的 期望值 那 那麼 同樣樣本數 所決定的是 區間的大小 所以 你 樣本數越大 區間就越小 好 那你區間越 區間越小 就越容易觀察到 那個 會有其中幾次 就是 他沒有包括到 母群的期望值 超級別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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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